小鲁是一个聋哑人 小鲁的姐姐患有肾病 小鲁想把自己的肾脏医治给姐姐 无奈自己的血腥不匹配 为了找到肾源 小鲁只得求助于黑氏 然而小鲁不仅被黑氏骗走了自己的一颗肾 姐姐手术的钱也被骗走 过后不久 医院找到了合适的肾源 但是此时的小鲁却拿不出做手术的钱 面对高昂的手术 小鲁的女友永迪 建议小鲁劫持工厂老板的女儿 以换取姐姐治病的钱 两人想方设法骗走了小女孩 老板并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准备了赎金来换回女儿 而小鲁并没有虐待小女孩 本来打算收到钱后就把小女孩送回去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小鲁的姐姐为了不让弟弟犯罪 而选择了割腕自杀 悲痛的小鲁只好把姐姐的尸情 埋葬在以前约定的河边 此时厄运再次降临 小女孩不顺落水 聋哑的小鲁听不到小女孩的呼救声 等她埋葬好姐姐的尸体 转过头才发现 小女孩已经溺亡 老板非常疼爱她的女儿 得知女儿死亡的消息后 悲痛目绝 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报复害死女儿的凶手 老板在小鲁的房间内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找到了一些线索 并且在河边找到了小鲁姐姐的尸体 从而确定了小鲁和咏咪就是杀女的凶手 老板找到了咏咪用电机逼问小鲁的下楼 意志坚定的永咪还是被老板垫死了 悲痛的小鲁戴上匕首找到了老板 两个男人为了相互报复 在同一个房间内展开活动 结果小鲁被老板用电电晕了 老板把小鲁带到女儿死亡的地点 以相同的方式溺死了小鲁 正当老板准备埋葬小鲁的尸体时 永咪的复仇组织找上门了 二话不说 直接用刀刺入老板的胸口 杀了人就走 影片到此结束 整部电影给人以一种难以诉说的郁闷 不知道老板的复仇是对是错 所谓的善意的绑架也是绑架 无意的撕票也是撕票 日期的解说到此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评论哦